方选的话基本上呢就其实只要一行程式而已 就一行哦 OK 但是这一行程式怎么来的 其实我刚刚有demo给各位看 我们第一段是要选三个 第二段这个是要选什么一个范围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怎么做的 首先第一个我要做的就是一个 就是假如我今天我需要 做的是插入函数的时候 他会希望我会希望呢可以在这里面 出现有一个插入函数可以使用者制定 但是你现在点进去的话 基本上你点这个下拉清单 它里面没有使用者定义 使用者制定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在模组里面 插入任何一个方圈 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方圈 就不会有那个使用者制定的 那个下拉清单那个选项 但是如果你有加只要一个的话 那就会有 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我们来看要怎么加 特别注意就是 一按Video Basic 这个地方方法跟刚刚差不多 就是插入程序 这边请你选Function 然后名称的话呢 你就比如说我叫手机好了 假设我这个是一个手机函数 OK 好 这样子 按一个确定 记得选择是Function 这个不要动 不要点这个Private的话 即便你做完也找不到 因为是Private OK按确定 那Function跟Sub最大不一样 Sub是循序的 跑完就没有了 那Function是互动的 所以互动就是说 你必须要跟使用者要资料 那怎么样 OK 特别注意 你要跟他要资料 可以从这个刮斧里面着手 如果你要跟他要三个资料 记得哪三个资料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有三个是电信业者 门号跟这个区码跟莫码 假设这三个 那我就是把这三个资料呢 复制之后呢 贴到这个刮斧里面 但是他里面好像有换行 所以把这个换行 就是把它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 在这里面加三个栏位 名称 第一个是电信业者好了 第二个也许我叫区码 第三个也许我叫莫码 这个时候呢 就会跳出那个视窗 操完说的时候 就会有三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就是电信业者 一个格子 区码一个格子 莫码一个格子 那就是使用者会去填资料 填完资料呢 他就会把使用者填的资料 放在这个里面 这个叫引述或者叫参数 可以暂时储存在这里 那储存在这里之后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最后结果 丢到我指定的那个储存格里面呢 基本上因为我邮标一定要放这边 那他一定会返还一个结果 返还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方向呢 最后返还要返还给谁 记得要返还给自己 所以刚刚是返还到某个储存格 那这个地方呢 记得返还给自己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手机 这个名称 拉到最前面 等于什么呢 等于09 跟刚刚其实很多逻辑是一样 09 and 什么东西呢 特别说因为他刚刚给我们电信业者对 所以我就把电信业者搬到这边来 09 这个电信业 不管他给我什么 如果是11的话 那我就是 就是11 然后and 其实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有点偷懒一下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这个差别只是这个 这边都一样 然后贴到这边一下 and 这些都一样 只是把什么 这个呢 改成区码 因为使用者会给个区码 这个改成末码 我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 那最后呢做完了 OK 其实是一行而已 因为我们把它折行了 那再来就是说要怎么执行 特别需要执行的方法 请记住 sub 是用上面这边执行 方选 不是这边执行 那同学 起玩了 然后就执行 一按 跳出这个东西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 循序的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再请你切到哪里 切回到我们这边 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请你找到什么 使用者定义 手机就出来了 OK所以执行记得在这边执行 按确定 他会跟我要三个东西 123 有没有中间加逗点吗 那我给他这个 他就把资料先 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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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完之后呢 组装一下 丢给谁 前面嘛 OK后面组装完 丢到前面手机那个 函数 其实函数也可以 其实函数也可以 再次存放资料 存放好资料呢 再把结果 其实就存在 自己函数本身 其实就在这里 他会再把它丢到 你现在 储存格所在的位置 就完成我们这一系列的流程 按确定 OK好 那要 不过 没有回圈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就要自己要 再填满 等于是自动填满 他其实就是 等于同时跑一个回圈 OK 好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写完之后 就是刚好有同学会问 就是一个问题 老师可是我们平常的作业 就是我们平常 要选的可能不止三个 那如果有三 有十个二十个的话 那岂不是呢 我要产生一堆的那个 参数 那不是不太合理 所以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范围 这个是好问题 其实我翻了很多书籍 VBA书籍里面 这个部分 几乎没有人讲 讲得很清楚 可能有讲到 但是都讲得不是那么清楚 那怎么做 其实简单讲起来 多一行就可以了 只要你有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 范围的话 你未来可以把这个范围 先丢给一个 一个也是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一个正列变数 假设我是A好了 你就丢给他之后的话 把这个三个丢给他 那第1个 那第1个 其实就是A多少 先列 跟Sales很像 先列 因为他只有一列 123 所以他是一列的 一栏 对 这个是什么 A一列的 两栏 二栏 A一列的 三栏 那不就可以用 这样的方式 去把他资料切开来 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个大的范围 一样 反正就是按照先列在栏 先列 就是这个范围里面的哪一列哪一栏 那你可以就是 一样可以跑个回圈 自动就帮你把资料 塞到某个范围 他其实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把资料做切割 那怎么做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 做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他的逻辑 就是一 我要把这个 改一下 他本来叫手机 对不对 我把它改成叫手机 因为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他必须叫 改个名称 手机范围 类似像这样 OK 我们就改个名称 手机范围 那手机范围 后面的话 就是给我一个叫 就是这后面就不需要三个了 只要给我一个什么 给我一个范围 也许叫什么 假如是这个 叫做 就是一个范围好了 给我一个什么 或者叫什么 电信业者 之类的范围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子 反正就给我一个电信业者相关资料的范围 好那再来的话呢 可是问题他丢给我的资料呢 会有三个 我必须先切开来 那我要怎么切 我可以先把这个 丢给我的范围 先用A来去接 所以这个电信业者的范围 我可以先 把它丢给A 后面的东西 丢给前面 那里面 会有三段 三个资料啦 可是这个三个资料是 接在一起的 那我要怎么把它分开 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就是 改成什么 A 一 刮胡 一 之 二 一字 一字 把它的第1个抓过来 因为第1个一定是电信业者 第2个的话呢 一定是 这个改二 第2个 这个改三 OK 好 那特别注意 改完之后 请注意 一个地方 一定要特别注意 他返还的 因为我刚刚是从程式 上面复制过来 那名称呢 记得 返还的名称 一定也要 改一下 这个跟这个一定要是一模一样 不然 他会漏接 丢回 奇怪 接 接不到 因为名称不同 OK 那所以做完之后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就是 范围 只要给我范围 我不用三个 你就只要给我一个 我自己切 你给我啦 我帮你切 OK 就像你买房子 一样 他已经预先隔间好了 但你说不用 我自己装潢 我自己隔间 可以 OK 好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 假如说呢 我要 插入一个 制定 使用者定义 里面就会有个手机范围 按确定 他会跟你讲说 你给我一个范围就好了 我把这个范围给你 那特别注意 其实在 Ecell里面的阵列 长这样子 大瓜糊 一个资料 逗点 第二个第三个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阵列 过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返环的结果 一样 不会有问题 按确定 好有没有 结果一模一样 但是基本上 应该会 输入应该更省 掉一些时间 可是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说 你在接的时候 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的重点 就是这个 必须要多个A 去接到 接到之后呢 你自己再去切割 资料 把它切成三个 就这个地方不一样 OK 那 这个是有关 使用者 这个制定函数的部分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 这个 第二种模式 制定函数 那这个制定函数 如果你可以 理解的话 未来很多 本来不存在的函数 你就可以自己写出来了 那写出来之后 也许你工作里面 很多地方就可以 不需要去思考说 到底里面这里要该用哪个函数 加哪个函数 加哪个函数 一堆公式 你可能会 还要想半天 那大家 把它定义出来之后 很多问题 就会变得 比较简单 你给个范围 给个范围 给你一个结果 OK 所以这个是 VBA的 第2种形式 所以基本上 VBA最重要的 大概就是这两种 Sub 跟Function 特别注意 Function 执行的时候 不是去执行它 而是你要去插入 这个函数的时候 找到那个使用者 这个制定 从使用者 制定里面 去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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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